公崎俊在2013年宣布隐退后 但在NHK特别节目永不终止的人 表示自己将付出 芯片《毛虫波罗》也是宫崎俊首度挑战CG动画制作现已投入长篇动画制作中 预计2019完成 这部动画以毛毛虫作为主角展开故事 其实早在2008年的悬崖上的波妞就已经有使用CG 公崎俊对CG的要求非常高 表示日本的水准无法达到像皮克斯的等级 在面临难题的同时 也让他感到跃跃欲试 其实早在《魔法公主》之前就有想做 但可惜当时并未完成 在纪录片中公崎俊说 与其什么都不做 不如在制作中死去 透露了想继续创作动画的念头 即不立工作室则表示 只要公崎俊监督想做 我们也会伴随他继续下去 2019年完成时 公崎俊也78岁了 最后祝公崎俊先生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